要说最近,谁的小日子是过得最不错的,这个不好说,但要说这段时间,谁的日子是最难受的,想必我说的是荷兰蒂汤姆·赫兰德的话,想必没什么人会怀疑吧,最近的他,可谓是相当闹心,因为自己的新电影表现并不是很理想,甚至有点用惨不忍睹来形容,也一点都不足为果。 没错,这部电影便是《神秘海域》,可能最近有一部分小伙伴看过,我就不用过多去介绍了,但问题在于,这部电影的豆瓣评分,仅仅只有6.3分,其中给三星评价的人占到了最多数,足以看出来这部电影的评分有多低了,要知道,荷兰蒂之前的《蜘蛛侠》评价就没有破过7分的成绩,这个表现自然不是很理想,在国外著名评分网站IMDB上面,这部电影的评分更是只有少得可怜的6.7分,而且还呈现出了下滑的趋势。 当然,对于荷兰蒂,或者说,电影来说,电影的评分其实并不是很重要的,真正重要的是什么呢?是这部电影的票房,因为这是直接能影响一部电影的,所以,一般很多人都会看这部电影的票房,但遗憾的是,这部电影的国内票房并不是很好,一个月里面,仅仅收获了一个多亿的票房,隔壁那部大烂片,月球陨落,都比他们多很多了,可见,荷兰德的这部电影表现有多差劲呢? 于是,不少人就会把郭豪不犹豫甩给了人家荷兰蒂,认为他作为主演,富有不可推卸的责任,但你要这么想,可能就大错特错了。 首先,真的不是荷兰蒂的那方面不行,之所以,国内票房会这样的原因。 是因为,现如今,最近这波疫情卷堵重来,这是没想到的,导致了很多电影院都没有开,更坦的是,电影院没开就算了,再加上市场环境还不好,近些日子的电影院消费为民,国内很多人都不太愿意前往电影院看电影了,进一步造成了国内票房的惨散。 不然,为什么,神秘海域的全球票房会高达3亿多美元的一个原因,回过头再来聊聊口碑,考虑到神秘海域是游戏改编电影,如果按照游戏改编电影这些年的作品来对比的话,神秘海域,如今的表现,可以说好了,显示不要太多了,毕竟他们的原版表现的内容,已经还原了1510了。